要是喜歡一個鍋子 能像喜歡小狗狗那樣就好了 這麼可愛的浪漫告白 來自日本金屬工藝之都 淹三條的一家鍋子品牌 今天又是玉子的料理時間了 超級期待 準備迎接的是 紫犬鷹三層鏡面雪瓶鍋 它的鍋子真的超有質感的 配重也很舒服 你看這個大小 先跟你說它的尺寸 上寬是 190mm 下寬是 140mm 深度是 90mm 鍋餅的長度是 190mm 容量是 2 公升 這家品牌做鍋子已經有 70 年 然後原本都是高餐廳 然後現在這一款在玉子手上的是 改良過後比較適合大家家庭使用 你看它是屬於這種生鍋的類型 所以不論你是一人份 或者到三人份的小家庭都可以使用 像這樣子的湯鍋 尤其適合現在的冬天 看著就想要煮一鍋暖呼呼的東西 煮個泡麵還是煮個什麼小火鍋 那帶上山露營的時候也很好用 它的配重很平衡 拿起來就很舒服 你放空鍋的時候也不會翻倒 所以使用起來很安全 我覺得它整個真的都是細節耶 這就是日本的工藝 那整個鍋子都是 304 不鏽鋼 然後有分內外 外層是像這樣子霧面的 內層是把它打磨成像鏡面一樣 所以在你做菜的時候 有光反射進來 你似乎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 好精緻喔 這都是純手工打磨的 我都可以從裡面看到我自己 嗨 你看它有壓這個刻度的痕跡 所以假如說你要煮水啊 或是量米的量的話呢 你就可以不用另外再用量杯量一次 直接在鍋子裡面就可以量水量 再來呢 它鍋子兩邊有兩種切口 一個是尖嘴的切口 適合倒一些醬汁 或者是濃稠一點的東西 另外一邊呢 是寬的切口 如果你要濾麵啊 或者是pasta的時候 你就很適合用寬口把水濾掉 但是這鍋子也不是表面看起來這麼簡單的 因為傳統的不鏽鋼鍋 你一定有感覺就是 它會有受熱不均勻的問題 你可能會煮水的時候 某一邊開始先冒泡泡而已 尤其你在煮濃稠醬汁 還有這種無水料理的時候呢 食材比較會容易熟的不平均 所以它就做了改良 你現在看到的是這樣子的一整個鍋子 它內外是不鏽鋼 但中間夾了一層高傳導的鋁合金 讓鍋子可以受熱均勻 玉子現在摸一摸它鍋子其實也是蠻厚的 像這種厚的鍋子煮飯也會比較好吃 愛做菜的朋友 看到好看的鍋子 手真的會仰起來好想做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做幾道料理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我選了 第一個是醬汁比較濃稠的 我們做一個日式咖哩烏冬 第二個我們在家裡呢 以不鏽鋼耐熱的屬性呢 非常適合做油炸 所以我們考驗它的鍋形 跟它加熱油的速度如何 所以我們今天做兩道料理 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Cooking 第一個步驟 我先煮烏龍麵 我先開火 這邊準備的是三人份的料 然後旁邊呢 是等一下我綠面面起來的時候 要用的這個濾網 一樣是來自紫犬印 它超可愛的喔 你看它這上面有一個小狗狗 整個濾網呢 也是不鏽鋼的 下面有做這個小角 就是在你濾水的時候呢 你可以確定你濾出來的 不論是菜啊 還是東西不會一直泡在水裡面 這拿起來也超級有質感的 現在是1200mL的水 我看它加熱的蠻快的耶 這個三層鏡面雪瓶鍋 是有附一個蓋子的喔 上面這邊一樣是不鏽鋼做的 認證日本紹子製品工業會 好了水滾 關火喔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拿起來 然後把它整個倒進去我的這個 鍋裡面 它的這個一樣有一個尖嘴 所以我可以把麵濾起來之後 先放在這邊支撐一下 把水倒掉喔 再過冰水洗個麵 這樣烏龍麵就會QQ的 順便把煮麵水上面的澱粉洗掉 好 先放在一旁 接下來就要來做咖哩的環節 今天做的是牛肋調咖哩 所以我們先把牛肉煎香 它油熱的真的好快喔 好 我要下肉肉囉 肉已經先稍微煎上色 所以我就先把肉拿起來 裡面再加一次油 我們要炒洋蔥跟蔬菜 這不時候不用洗鍋喔 這邊有個小技巧 就是用雙油做才會比較香 所以一樣是橄欖油混奶油 一個是讓它的那個醃點高一點 然後一個是香氣 所以如果你純炒奶油的話 就很容易會焦 我先把洋蔥炒出焦糖色 你看我這樣煎牛肉的油脂還留在裡面 現在呢洋蔥有稍微變咖啡色這樣焦糖化的狀態 那你自己可以決定你想要選甜味多一點的時候 你把洋蔥炒軟一點 那之後煮出來它就幾乎感覺不到洋蔥 但我希望它可以帶給我一些口感 所以我就把它辛辣炒掉就好了 於是乎呢我現在就要加入馬鈴吉 還有紅蘿蔔 我最喜歡咖哩裡面有紅蘿蔔了 會變得很甜 炒一炒之後呢 然後再加入咖哩塊 然後好了之後呢我們加一點點水進去 有沒過食材就好了 我喜歡吃稠稠的咖哩 加一個咪咪武器 通常可以加蘋果進去煮 但是今天我們用蘋果汁 咻 想要濃濃的秘密呢 還有這個黑巧克力 今天選的是77度的黑巧克力 在墨西哥有一個菜它就是 真的是完全是用巧克力來組成 像是咖哩這樣子的料理 真的蠻奇妙的 這時候呢我們的牛牛就可以進來了 所以我把牛牛放進去煮 哇 感覺會很棒 好香喔 接下來我們就用小火煮它個一下下 上蓋 太會煮了吧 看起來超好吃的 手機先吃 手機先吃 歡迎大家追蹤玉吉的IG 哇 超漂亮的你看 牛是牛 蘿蔔是蘿蔔 咖哩是咖哩 就是要吃這種稠稠的 接下來我們煮下一道料理 要做一個蔬菜天婦羅 天婦羅 開火 加油 把油加熱 然後這邊準備了三種的蔬菜 一個是櫛瓜 南瓜 還有秀珍菇 這邊呢我已經先預拌好了一個蔬炸粉 蔬炸粉有一個小小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希望它吃起來比較酥的話 你調完粉漿之後 可以先往裡面加一勺油 那炸起來會比較膨 油加熱的速度又更快耶 我先把一些東西墊進去好了 要炸一些蔬菜 所以一樣 秀珍菇我把它放進去 抖掉多餘的粉漿 它油溫上來的真的超級無敵快 我剛看它的時候 它的油溫很快就上去了 再炸個南瓜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的媽呀 炸到它浮起來 有點金黃色就可以了 我覺得以它鍋子的這個容量 炸個兩三元份同時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早知道再買個蝦子來炸 怎麼會有這麼會做菜的小女生 趕快娶我 太可愛了吧 他們長得好漂亮喔 帥 炸完了 今天這個美食因為這樣準備好 要來盛盤了 我真的覺得它炸油鍋超好炸的耶 然後它不是裡面會亮晶晶的嗎 所以你食物它有沒有變成金黃色 然後它現在炸的橙色會非常非常的明顯 再加上它是油升溫真的超快 剛剛我覺得我可能沒有花到兩分鐘嗎 它油溫已經上去了 真的很快耶 咕咕小狗狗 盛盤時間 剛剛的麵麵在這邊 然後現在我們揭曉剛剛的咖哩 一子咖哩 這真的三人份OK耶 你看我放了滿滿的肉跟料 看起來超級好吃 看起來超級好吃 然後我們再放上這個 然後我們再放上這個 完全蛋 麵麵好了 炸蔬菜 先把米醬放在裡面 今天做的是優格 然後放上蔬菜 你看我用這個濾網 把它濾起來 希臘優格 可以像這樣子做完之後先旅遊 真的很棒 試用心得 做完了一桌香香的菜 今天用直前韻他們家的 不鏽鋼三層雪蘋果 真的覺得整個料理的過程 都覺得心情很好 因為它加熱速度實在是 又快然後又平均 你就可以很容易保留食物的原味 在整鍋東西下住鍋子裡的時候 也可以確保他們的熟度是比較好控制的 再加上還有這個小小的餅 所以你想要倒東西啊 或者是移動的時候都相對很方便 它還有做這個收口的設計 總而言之我真的覺得太棒了 好好用喔 いただきます 好好吃喔 就是好濃郁 然後你食物那個精華味道都還可以感覺到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要忘記 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食譜有留在資訊欄給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趕快訂閱我們 常常做菜給大家吃 錄完了我好餓 大家掰掰我要去吃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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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